這個假設你答案喔 來不及記的話 你也可以到雲端白板 我們這個網址有雲端白板 白板上面的話 因為這邊白板寫不下 博博不好寫 所以我大概寫在雲端上 給他取個名稱叫雲端白板 然後呢 這邊就有個答案了 以後你之前的 做的公式 如果來不及記的話 你可以從這邊做得到參考 這個是REPT 有沒有 然後這個是我剛剛打的 那特別注意啊 同學最容易發生的問題就是那個規則 什麼地方加AND 什麼地方加雙引號 好像還不太熟悉 那慢慢你要習慣啦 習慣的話你會不會很自然的 有點像你要敘述一個講個話一樣 很流暢的就把它講出來 就馬上可以把結果給做出來了 所以這個是要一些訓練啦 OK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就要 接下來看就是 如果我今天的需求是希望把什麼 把剛剛的這個TES 再進化成 因為如果每天都要做一次的話 那其實我應該可以再複製工作表 把它變成什麼 變成按鈕 那按鈕的話呢 我只要按一下這個按鈕 它就清除了 手機清除 然後如果再按一個按鈕 手機又繼續串接 如果前面資料變更的 那我又這邊資料又變更了 那我又可以串接 它就馬上又串一個新的 那這樣的話呢 如果資料變更了 那沒關係 按一下 那我就 事情就搞定了 你就不用重來嘛 對不對 不用再想說這公司要怎麼再打一遍 的事情 也就是說很多重複性的事情 是可以 用 所謂的 聚集 可以把它做一個這個資料的串接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所以我這邊demo給各位看 所以待會的話學習 我把這兩個按鈕做出來 的方法 怎麼做 那首先的話我們按部就班來看 第一個 我把這些重來過 這個假設啦 是沒有的 我要恢復跟各位一樣 沒有嘛 一 請你一樣在複製工作表 Ctrl 線按住 拖拉 二的話呢 把這邊改一個名稱 你把它改成叫聚集好了 然後 按個Enter 聚集 他變成聚 OK 聚集 OK 那其實為什麼叫聚集 因為擺之不得提 因為中文裡面很少什麼聚 加個集 這什麼東西 你們不知道他怎麼來的 實際上就是 簡單白話講就是 他幫你錄下來的程式 而已 其實背後就VBA 大概是這樣的意思 那 他英文意思叫Marco Marco Marco 翻成聚集 這什麼 你們自己再想想看 我是覺得很多地方翻譯都怪怪的 裡面感覺好像比較沒有 就是太多的 文學素養的人翻的吧 你們可以再把它翻個比較文雅一點 這樣怎麼翻比較好 想想看 OK 因為大部分 會程式的人 好像 都不太會文學 會文學的人 都不太會寫程式 OK 所以兩者之間 沒有必然關係 但其實慢慢可以畫上等號 如果可以把他畫上等號 他絕對是 有新聞價值的 OK 有話題性的 之前聯合幫會來找我 會來採訪我 我覺得 他可能是希望看到一個 有話題性的 我學博士畢業之後 卻跑去寫程式 卻完全 八竿子打不著的 行業 而且 還沒有因為這樣子 表現得很差 還反而表現得 還算不錯了 OK Google很容易 不過到我 而且我教的學生 我現在總數 其實我也超過我的想像 像這學期 在 在台師大 在東吳都有開課 而且 在東吳開課 選修課 我已經快過百了 我想說 這學這東西 怎麼會這麼的 有 學習的市場 我覺得蠻奇怪的 可能慢慢大家有認知 學程式 好像是應該是 慢慢是必要的 OK 所以 需求感覺 現在人數變多了 而且可能我至少我的 表達方式 應該是算是清楚的 OK 至少是 大家比較聽得懂的 一種敘述方式 好 所以這也算是我們的特點 所以我們有我們的 弱點 你要把它補強 那我們的長處 你可以把它保留 如果兩者結合 在一起 你將來應該在就業市場上面會非常 被需要的 除非 你將來不會走向就業 你可能就是 爸媽 還可以養你的話 總不能養到 老吧 坑到竹嗎 而且說 你 其實有時候就業 不只是說你只是想要賺錢 有時候只是成就 你 至少你會有個成就動機吧 你至少你要有一個 你將來 想要成為什麼樣的人的那種 這種動力吧 對不對 你不是說你只是單單我想賺錢 如果你想要賺錢的話 那方法很多 OK 你就不用念大學了嗎 你就是會有一個理想 會有個想法 對不對 而且可以靠自己的力量啊 別人要靠 靠別人 靠父母親吧 而且哪一天你還可以 靠自己 還可以 存一些錢 可以完成自己的理想 甚至你還可以 環遊世界 到處旅行 這感覺還蠻好 自我實踐嗎 人生總不是說 只是單單 只是填飽肚子 這麼一回事而已 還有很多是 填飽肚子以外的事情 OK 是 很多很多的理想 很多很多的 夢想吧 OK 那你年輕的時候你會想很多 當然有時候 很多人 出了社會之後呢 慢慢就不敢想了 因為 回到現實面 感覺好像理想跟現實 落差很大 為什麼 因為感覺 為什麼我出了社會啊 這社會怎麼好像感覺 格格不入 我好像是不是哪裡 少了什麼東西 那我現在就告訴各位 如果你真的要被需要 那你要知道 職場上面 最需要哪些 這個專業 哪些技能 如果你在畢業之前 你都準備好 說真的 你絕對會是 非常受歡迎的 而且呢你的薪資 絕對也不會太差 OK 當然這只是 跟各位講 因為你們離 畢業還一段距離 但是其實 轉眼間還蠻快的 因為你們學長 學長姐感覺好像 我 昨天好像才 覺得 他們好像才才剛進來 怎麼馬上就 畢業了 其實還蠻快的 就像那個 景城好像現在大三了吧 感覺好像昨天你才大一耶 一直 因為那種 那時空的錯亂嘛 有時候覺得 奇怪怎麼一傻眼 你就已經大三了 OK 這個時間其實還蠻 蠻快的 不是說今天 好像 這個其實 就好像說我怎麼 突然變老了 對我前一天 我前一陣子 我不是跟各位一樣 是大學生 對研究生 怎麼現在突然就站在這裡了 然後突然感覺 已經是 年快過 半百的一個 歐吉桑了嘛 是不是 也是 那也要快樂 不過我覺得 藏寶一顆 赤子之心 隨時都在學習 OK 我覺得我 不但也在學習 不只是說我 好像我都會了 其實不是 我其實很多都不會 我還是要跟 很多人 再學習 OK 所以這個 也許 形態上面的 所以待會的話 第一個我們要做的 特別注意 錄製聚集怎麼做 一請你把這個 複製一個 二的話呢 請你把這個開發人員打開 那這個開發人員標籤不是本來就存在的 預設是沒有的 那怎麼把它打開 一 請你點選 請你點選上面這個箭頭 二的話呢 其他命令 會出現 制定功能 區 其他命令 制定功能區 請你把開發人員本來沒打勾 你就把它打勾就可以了 所以大概步驟大概是這樣的 其他這個 一 二 其他命令多一個 然後制定功能區 把它打開 然後呢 開發人員就會出現了 那你想說 老師那為什麼不乾脆他就把開發人員直接打開給我就好了 對不對 其實 你看到上面這開發人員四個字 大家就了解他 有點像是你要 打開 一個 未知的領域 而且這個領域的 Label 相對是比較高的 也算一般人 不會去開啟他 那如果你要開啟他的話 那你就 不是 一般人了 OK 所以你們在打開之後你就慢慢 要感覺到你就是跟 一般使用Excel的人是不一樣的 Label是不同的 OK 有差異 所以 顧名思義 你打開之後的話 你就要成為一個開發人員 OK 那其實開發人員跟一般的使用者有什麼差異呢 你們可以思考一下 一般人 所以為什麼 有的人薪資就是一般的薪水 有的人就是說 會薪水比較高 那就是有一個落差 你們可以去思考這個問題 通常 什麼人薪水會是最高的 你們可以思考為什麼他拿的薪水會比人家多 OK 我大概歸納出其實我的心得 你會的東西 別人都不會 大概市場上 就業上 也找不到別人可以取代你的話 那 對方就要付更高薪水給你 那如果你會的東西 大家都會的話 那當然相對老闆會說 你不要做沒關係我找另外一個很容易 為什麼現在大學生貶值 因為大學生太多了 你不會啊 沒關係 換一個 那如果稍微資深一點點的話 他的 他完全 專業技能跟大學生財務的 沒關係 把他fire掉 再換一批 新的大學生就好 因為大學生比較好管控 因為 剛開始進社會什麼都不知道 反正壓榨他他也不敢反抗 對 那就來一些新的就好了 薪水也很低吧 大概會是 那當然如果你會的東西是別人都不會的話 你可以談個價碼就不一樣了 這個是我深深的體驗 所以我想說我要拿更高薪水怎麼辦 我就多努力一些吧 反正我什麼都會的話 那以後 就是變成別人來找我了 你 你們 什麼都不會的話就變 人求士 就你要去找工作 但如果你什麼都會了 你的專業技能 也 都是別人不會的話 那變成就是 士求人的 是工作來找你的 這個感觸 我想你們 你們如果哪一天就會知道 因為我這個感覺我慢慢我知道了 會發現說 我現在工作 都不是我自己去求來的 都是人家來找我的 OK 但 很多啦 這個之後有機會再跟各位分享 想想看 對 但前提可能你要做很多事情 那為什麼可以這樣子 OK 第一個 就是先把這個開發源打勾 按確定 第二步的話請你用錄製劇 那錄的話特別注意 一樣要彩排 什麼要彩排 就是說 你要把 幾個動作記錄下來之前 你就要先先彩排過 比如說彩排什麼 1 假設我要做第一個動作 優標放這邊對不對 然後呢 輸入公式的話 所以輸入公式 優標上面點一下 打勾 然後向下填滿 所以有三個動作 三個動作 1 優標先放外面 你不要直接放這裡 放這裡是錯誤的 一定要放 這個儲存個以外 因為你這樣才會記錄下來 點一下 1 優標點擊 這個14儲存2的話呢 上面的公式不要刪掉 直接打勾 他就輸入進去 3 這邊快點兩下 三個動作 那就產生什麼 手機的 串接的這個 按鈕的動作了 第二個的話就是什麼 3 清楚的話就 優標放外面 1點這邊一下 那選取下面的話呢 建議不要這樣選 因為這樣選會固定 如果你要向下追蹤就看 Ctrl Shift向下 可能要記一下這個快速鍵 Ctrl Shift按住 再按向下 他就向下幫你選起來 然後delete 好 這樣的話 就可以把也下三個動作 那再來的話就錄製了 錄製的話呢 我們就是 因為我這邊原來已經有了 我先把這邊先刪掉好了 比如說我重新錄製好了 這邊delete掉 空了 OK 然後再重來過 第一步的話 所以我這要正式來 一一 按下彩排過之後 我就把名稱打上去按確定 然後我就開始 一一優標放 不對 NG了 公式不見了 上面沒有 打勾就沒有 所以停止 剛剛這NG了 NG怎麼辦呢 沒關係 你可以 再把公式先放過來 公式 我Ctrl Z一下 我剛剛是不是 Ctrl Z 把它Ctrl Z恢復 所以NG沒關係 重來 那重來的話就再一次 錄製 名稱再 輸入 按確定就開始了 那不過因為剛剛有錄製過 沒有要蓋過就好 取代 是 好 那就一優標放這邊 二的話呢 打個勾 3向下填滿 好那就停止錄製 第一個就OK了 第二個的話是清除 所以在錄製 那名稱的話呢 叫什麼手機 清除 這邊改成清除 好那這樣的話呢 按確定 1優標放這邊 2 Ctrl Z向下 3 Delete OK好三個動作 所以33 都一樣 好那停止錄製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就是什麼 要執行他怎麼執行 你可以 錄製的 左邊這邊有個劇集 你剛剛錄製就在這裡 那怎麼執行 按下這個執行就可以 有沒有手機串接 執行 他就出來了 那 手機清除 執行 也就清楚了 但你想說老師這樣很不方便 可不可以方便一點 旁邊放兩個按鈕最好了 請記得 在這邊 插入有沒有 這邊有個按鈕 這個就這個 拿這個 去把劇集東西放過來的意思 OK那怎麼做 1點擊他 2的話 拖拉 向右下 放開 他會問你說 你這個劇集 是要 指定 這個 按鈕你 點一下時候 你要指定到哪一個劇集 然後就指定到他 那並且把這個名稱 複製一下 為什麼要複製 你按確定就知道了 因為他叫按鈕1 那我可以把這個名稱 把剛剛的複製 貼過來就好 一個 按下 有了然後再一個 所以在一個 同樣的動作 把他再拖拉 然後手機清除 把這邊複製一下 再把這個名稱 給變更 這樣子 就 大功告成 有沒有 兩個就可以這樣 按他又 感覺還蠻好的 每天你就按按鈕 OK 然後 所以重點回顧 1 把這個開發人員打 打開 在這裡其他命令 這邊打 勾 2的話呢 利用 先彩排完之後錄製 叫手機串接 手機清除 三個動作 然後分別錄製完 再利用 這個地方 做按鈕 畫面再還給各位 試一下 所以錄製劇 部分 請各位 試試看 其實並不是 很困難 但是 很好用 很困難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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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